大家好,又是今期流行的時間 今集又跟大家講一下巨豬CP 講巨豬即是巨龍與豬仔 Stanley 邱士進代表哥和Jeremy 李俊傑 在日前合體吸金出席有一成的護膚品牌活動 代表說各位公司終於見到我們兩個了 由年初的團.com 到如今的巨豬都各有各忙 巨豬Forg曾經短暫申醒 如今又暴入冬眠 但其實兩位都很想以這個CP形式 接受不同的挑戰 例如拍廣告等等 大家對於早前的巨豬Forg都站在猶身 非常精彩又搞笑又好看 大家很期待大表哥和Jeremy 繼續用這個CP去合體 就好像拍廣告這種 所以大表都說我們一直都很期望 期望了幾年 巨豬每次發言都幾乎撞機 即是會撞聲 同步率就100%有些可愛 Jeremy 就說 接下來應該還有更加多的 大表哥也都說 是的 都希望可以多些機會再有合作 其實巨豬就是MIRROR裡面的爸爸媽媽 即是很多他們的成員都認為 一個就是爸爸一個就是媽媽 即是非常之貼心 亦都是暖男 亦都很體貼 亦都很照顧那些鏡仔 所以就被冠以這個爸爸媽媽的稱號 所以呢 如果要巨豬拍女性品牌去Self-Caring 應該可以想 不過兩個人最初就說 接什麼都可以 例如接M-Gun廣告 有沒有可以想呢 巨豬開始認真想的時候 都有點不好意思 好像Jeremy就說 好像找回女性拍好一點 我們不懂得用的 真的太可愛了 當然啦 記者去問他這些問題 當然就是搞笑 其實他們MIRROR的小組團哥 就每月一首 第一首Story with Love 就已經在上個月11號上了假 至於第二小組的梯隊 包括了Ian Jer Tiger 和代表 他們的小組歌仍然沒有聲音 代表就說 代表哥看一看 經理人應該是11月中到 11月中至11月尾 說說 其實10月30日就出街了 相信大家都會很高興 未來10月30日 即是下個星期 就會有第二組的小組團哥推出 相信一群鏡粉 就已經等到鏡頭長埋了 至於新歌進度方面 代表就說清楚得多 他就說已經快樂成員 MV也拍得很有型 即是有霸氣的一面 也有憤怒的一面 接著再很有型的樣子出現 男人味更厲害 巨豬這個寶藥黨Flype 劇透實新歌 說到之前 陳俊賢在商台節目中 多次澄清他們只是第二小組 而不是Bang仔組 代表都怕拍MV的時候 有人提議加入學戲 他就說 我就覺得 好像不需要都可以 所以就拒絕了他 至於Jeremy 早前就參加903All-Star的排球賽 這個惠美本尊 賽前說明超著打 如果其中一下閃避球 他真的蹲來避開球 免得阻礙隊友的進攻 即是說到當日 他們的比賽的表現 記者問到這裡 覺得Jeremy打得怎麼樣 他們就不用這些記者問 他們兩個自然自在聊天 代表就說 你是不是被排球打 他就說 吃了個球餅 見到你走來走去 Jeremy就說 我都很努力打的 那 是不是看見你帶護膝 是不是屁股 工具多呢 Jeremy就說 我如果不帶護膝 的話 真的整個腳都會損 幸好有帶 其實Jeremy後面 都很認真地說 其實真的很久沒有打 有很多手錦方面 找不到之前力圖 即是說藍排女將 那段時間 力圖排球隊的時候 這麼熟 又說有幾球 Ian救得很好 真的好像在打比賽 在旁邊看的他 都覺得 嘩 真的很有贏 都忘記了自己 比賽中的隊員 即是邵星 見到Ian救得很漂亮 當然 Ian是前排球隊的代表 他打得好 是很正常 其實大家都說到藍排女將 很多觀眾都期待 原班人馬 將會拍第二季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性 張維密自己都說 都覺得很想 他就說自從藍排女將之後 我們都很少 這麼大班MIRROR 一起拍一套 有半對MIRROR在這裡 其實都挺開心的 現在很少有半對MIRROR的劇 至於代表就問到 你這次如果拍第二季 對白量是不是會有呢 這次就會有對白 應該會有多一點 你成長了 至於Jeremy 近期也是主力出歌 以及stage performance 他自己都說很想拍劇 當然呢 藍排女將第二季 他自己都想 當然是沒有消息 之前呢 他就說 都有些casting的機會 他都有爭取的 講一下我都可以拍劇 但是呢 很難會遇到一個 剛好遇到一個好的角色 剛好真的被你選中了 真的一個 等待一個好的角色 是需要時間 也講一下時機 不是說你想就有了 當然呢 旁邊的代表哥就說 他有推劇 就是說他有大支 當然是開玩笑 其實我相信呢 很多 就是 讀角獸的粉絲 都很希望可以看到Jeremy 拍劇 不過近期呢 他就忙於他自己的 一些叫做 準備新歌啊 或者其實團中都是合拍完 其實整班人都非常忙 至於代表哥呢 其實呢 日前呢 除了出席這個化妝品牌活動之外 也都跟他同屆的同學 阿譚善賢 就有拍港台節目 獅子山下 日前出席那個活動的時間呢 他們都說 其實他們是同屆同學 彼此呢 就私藏了不少對手中學時代的黑圖 不過呢 就說他們齊聲就說 其實呢 就沒有公開的意思 那麼問到呢 譚善賢有關 Stanley呢 當年呢 被封馬鞍山巨龍的愛好呢 他就說 不予置評啦 至於呢 MIRROR呢 剛剛拍完團中 Stanley都說 終於鬆一口氣啦 團中呢 各個人呢 都需要接受廚藝的挑戰 他說呢 有煮給工作人員石 好幸好呢 工作人員吃完 還在生 那是開玩笑而已 其實呢 看到呢 團中拍完之後呢 整班鏡仔就鬆一口氣了 我相信呢 最重要就是他們太早起床了 即是呢 他們開工的時間 多數都是早上早 所以就 最欠缺就是睡眠 所以呢 應該拍完團中之後呢 一班鏡仔呢 終於都有睡覺了 那麼 除了期待這個巨豬CP組合之後外呢 我自己就覺得 可不可以有機會是 他們兩個呢 即是用這個形式 拍一個團中 或者做一個短劇都好啊 其實他們兩個都挺搞笑的 拍中藝我覺得很棒 即是如果巨豬這個CP 至於藍牌女將二呢 當然更加值得期待啦 到時 身為Quiz三的Jeremy 相信就不會好像當年那樣 沒有什麼對白啦 甚至乎可能都是一些閒角 那麼隔了這麼多年呢 如果再拍的話 我相信要重組這麼多個鏡仔 的確有些難度 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 就是藍牌女將其中一個靈魂呢 就是這個鄧麗恩 Staffy 到底力圖的重組有沒有可能 藍牌女將第二季有沒有可能開拍呢 我相信一班鏡粉應該都相當之期待 那麼當年呢 即是講開藍牌女將 我自己最喜歡就是Bobby 以及在劇裡面的Ian兩個角色 那就是非常之搶的 那麼不知道呢 各位鏡粉 有期不期待藍牌女將第二季呢 歡迎大家留言說下你的看法 今集就跟大家講到這裡 記得訂閱合家歡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